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3月1日 今天看到海外的万维网转发一篇文章 讲到了有一位在中国 也在我的家乡大连 被判了死刑的 加拿大国籍的一个毒贩子 谢伦伯格有关他的一个报道 给大家看看谢伦伯格受审的情况 非常不好意思 谢伦伯格坐在这个位置上 受审 当年我也在这 但是我没坐着 我没有这个待遇站着 被判了 一审判了有期徒刑八年 这个事发生在2001年 我的家乡 所以看了以后 心里这是无二杂沉 现在坐着这位年轻人 戴个眼镜 穿着这个白色的衣服 一看皮肤头型 就是老外 加拿大白人 那么现在这个情况 有了一些变化 也就2019年 这位加拿大男子 谢伦伯格被判了死刑 我记得当时我就发表过 一个视频节目 谈我的观点 我认为我的观点 当时还是比较公正的 因为什么他原先判的时候 好像是判的 这个 不是死刑 这个后来 这个 这个在这个 这个上诉这过程当中啊 就发生了这个 梦幻中这事了 所以他这个案子 这个和这个 斯巴弗啊 这个 等啊 另外两个人 不一样 所以这个 毒贩的这个犯罪啊 在中国有规定 我在监狱里面 和我一个房间的 关呀 房间那个油啊 毒贩了 这我懂了 你超过一定的重量 那肯定要判死刑了 所以呢 原先这个 对谢伦伯格一审判 那个 那个罪啊 可能是 中共的 这个 法院啊 考虑到他是 加拿大人 对他比较 判的比较轻 那后来发生了这个 孟晚舟这事 领导别论了啊 大家都知道 什么原因了 我今天要讲的是什么 这里 现在出了个 戏剧性的变化 也就这个案子 到了今天 非常有意思 正好是在这个 孟晚舟这个案子 今天是 这个 开庭啊 今天是一个 重要时期的开庭 这时候呢 竟然 出现了一个人物 这个人物叫 黄姬来 据说啊 这黄姬来 就是什么呢 这个 就是这个 谢伦伯格 这个 幕后的大老板 这个非常巧合 不知道是巧合 还是 还是精心准备的 我不太了解 我不敢乱讲 那么 谢伦伯格 这个和他 这个 这个有关的 这个叫 黄姬来 一下冒出水面 最近 也就昨天呢 看了一个报道 被抓了 在加拿大抓的 那么这就出现一个问题了 这个 是不是这个 真的像他讲的 这个 黄姬来 是幕后的支持者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这个 谢伦伯格 好像 很有可能 再变化 也说不定啊 这要看什么 这要看这个 这个毒贩子 黄姬来 这个 怎样受审吧 提供那些证据啊 那么这篇文章讲啊 他说这个 前 阿波斯 辅居民 叫 谢伦伯格 涉嫌走私 毒癖到中国 原先 在2018年 在中国大连事 被判了15年 他不服上诉 2019年 则被判处死刑啊 这个不和 我的印象当中啊 中国法律规定 上诉不假刑啊 是不是啊 我记得我在监狱 那时候 每天都看这个刑法啊 我是一审给我判了 有机徒刑8年 二审我上诉了 给我改成了 有机徒刑6年 不夺政治权力5年啊 他这个 为什么要二审 把他改成死刑呢 这个事 值得研究啊 那么 谢伦伯格啊 为了避免死亡啊 他在法庭上执政 加基 加拿大国籍的华裔啊 也中国人以前 可能副本上移民过来的 叫黄基来 说也是国籍 毒品集团的幕后的操纵者啊 给大家看看这个 这个人的形象啊 有图有真相啊 就这个人啊 那么他现在被指控是 黑手啊 这个是非常富有戏剧性的 黄基来也被指控 涉及到以泰国为基地的毒品走势活动 他们搞毒品呢 好多人都在泰国搞 2019年初 泰国和澳大利亚当局合作 拦截了邮寄到澳大利亚的 可疑邮报 其中藏有海洛因 有一些搞毒品呢 我看那些报道啊 都通过邮寄 就是打邮报啊 小零件啊 这个警方追踪到该报裹 是来自啊 BC省的奥卡纳根 然后就拘捕了啊 这个一些人 一些犯罪嫌疑人啊 那么 根据这本 根据温哥华太阳报的报道 51岁的黄继来 2月24号 周三 他怎么抓的呢 他搭乘着国际航班 抵达了温哥华国际机场 在机场被抓了 那么周四 黄继来啊 既因涉嫌串谋 贩运 121公斤可可侃 串谋走私 97公斤可可侃 入口和藏有枪戒 在肃立 省级法庭替他 案件 以押后至3月 3号再审 给大家看看 这是可能现场 收拾出来的毒品 这是加拿大警方办的案 看来在这个案子上 加拿大可以和中国合作 因为正好是 他们两个是同案 那么呢 这篇文章讲 根据BC省的家长 加州 这个警察的这个资料 在老沃出生的黄继来 就黄继来是在老沃出生的 挺复杂的 老沃出生呢 在泰国做这个毒品生意 完了 还是加拿大国籍 是这么个人 华人 应该可能是富本 或者爷爷们吧 黄继来是黑帮 联合国帮的成员 有一个帮叫联合国帮 说跟西伦伯格一样 都曾在这个BC省阿伯 私府居住 并被指多年来 以致进行国际贩毒活动 胆子真够大的 海洛因 过来好像是冰毒 过来一公斤 可能就危险了 说此外 黄继来涉嫌是两个 这个毒贩者罪的主谋 另外两个毒贩者的主谋 该两个BC省的居民 因为严重贩毒 分别在中国和泰国被囚禁 也就是你在哪里 国家犯案在哪里坐牢 两个人已经坐牢了 是做点什么不好 年轻人搞这个东西 说2008年 美方告知本国制法机构 指责黄继来 继续同党 使用先进的 加密智能手机系统 在全球范围内 联络进行毒品交易 就他们做交易 联络什么联络 警察监听 他们就用了 加密的智能手机系统 实际上你不管怎么加密 对那些电脑高手来讲 这个手机都不安全 是不是 唯一的是别做坏事 那你就写的坦然 愿听听 发现没什么事 对不对 反帮派联合特别执法部门 有这么一个部门 这个加拿大 当时指出 多个疑犯在北美和南美各地 广泛的走私毒品 串摸购买科卡因 并走私到中国 走私到本国 再把摇头丸出口到美国 同年的12月10号 这个加拿大 美国 这个两国制法部门 携手合作 因为加拿大和美国 这个联系太密切了 这个边境线挨在一起 这个有的地方近在指使 你看大部分的地方 过了彩虹桥就到美国了 我去过好多次 所以说 执法方面容易联手 说在太平洋边境关卡 抓获了120亿公斤科卡因 到几天后的平安夜 警方在一辆 以运输相交作掩护的商业货车里 起出另外97亿公斤的科卡因 暗中黄吉来几个夹击同党 之后在这个最高法院受审 被判处罪名成立 被监禁三年到13年 而黄吉来一直在套 你看加拿大的法律太轻了 搞这么多科卡因 才判三年到13年 难怪他们放手还干 我的意思 这个都要学习中国 重一点盘 那中国可能这些 早就叫你上墙了 就是死刑了 我记得在那个大连开发局 看的时候 我的旁边就躺着一个毒贩子 他每天给我讲的贩毒的故事 这还有意思 想一想 就我老江还能有这样的生活 真是往事不堪回首 月明总 黄吉来在阿波斯福的住所 是警方在2009年6月 搜查了起初房产之一 行动中警方起出了四柄 受管制和仅此的枪戒 还有四伤枪制 2012年 经过长期的调查 黄吉来被控一项串谋 贩运121公斤科卡因的罪名 另一项罪名是串谋运入97公斤的科卡因 以及一只一项藏有枪戒的罪名 除了这个BC省之外 黄吉来在2010年 还被美国洛杉矶当局起诉贩毒 你看 这个毒贩跨越全世界 这是美国基督局对一个主要国际走私 反对集团调查的一部分 美国也在调查 到了2016年黄吉来因为贩毒罪在泰国被抓了 但是后来他神秘的获释 当局没有做任何的解释 泰国的法律太松了 对不对 像这样的就应该严惩 不能让他再有机会 就祸害社会 那么这篇文章也讲到了 说是中国的检察院 现在指控这个谢伦伯尔为贩毒案的主要的疑犯 说受毒贩指使将一批重达220公斤 我的天啊 这么多公斤毒品重大连越往澳大利亚 那他肯定得怕死刑了 死刑了 所以就不了他了 这个情节太严重了 数量太大 惊人了 这个不管如何 谢伦伯尔曾指使幕后主使的黄吉来也被捕了 如果加国司法系统不会像五年前的泰国司法那样 让黄吉来神秘获释 相信足够将以黄吉来为首的贩毒集团一窝断去 以我的想法啊 像这样的他俩属于同案 这个黄吉来这个事应该是 中国和加拿大一起合作 把这个案子整个的做好 依照法律的规定 该怎么做怎么做 对吧 像谢伦伯尔根这个案子啊 从一开始判的时候我就讲到了 他这个的确是应该判死刑的 没救的 这个最多可能考虑到 中国和加拿大的关系 判死缓 但现在两国关系也紧张 是吧 我说不好啊 这个我个人认为这个案件很复杂呀 那么 说是这篇文章讲到 因为我刚才讲过了嘛 一审就判15年就给他便宜了 这个 这次 这个 在有着孟晚舟这个事 双方之间关系都不好 麻烦大了 谢伦伯和黄吉来的案子 不论放在哪里都是重罪 这个观点我同意啊 总之一句话 贩毒是人神共复的 共愤的事 不必参入太多无关的因素进来 这篇文章 坐着我一看 我看谁写这篇文章啊 那个写名字啊 这次大概是温哥华港湾吧 也就是海外万卫网啊 版着网站发表的文章 最后给大家再看一下这个 谢伦伯和黄吉坐在 被告人就席位上的照片啊 再看一眼 这个看到这张照片 本人就想笑啊 本人当年就坐在这中间 想想那个滋味 真是不好受啊 真的 但是我那案子是个文刺 文刺案 是波西来制造的一个冤假错案 和这毒贩的不一样啊 是不是啊 那么今天呢 还把其他节目 到此结束 非常感谢广网网网友的收看 谢谢